在这个广场附近住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就经常在广场转悠 毫不夸张 就可以说广场上的每块砖 每块瓦 每棵树 他都再熟悉不过了 但就是在去年10月 这个国庆期间 他有个朋友就心情不好 约他出去聊天 当时是晚上11点多 两个人就约在广场上碰头 见面之后就在这个广场上边走边聊 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 那两个人就这么聊着 也没有注意时间 忽然间就一起打了个冷颤 然后一看四周就起雾了 再一看时间凌晨三点 那按道理说 那个天气半夜是不应该起雾的 那两个人就一商量 说先回去吧 改天聊 哎 怪事来了 两个人无论怎么走 都在广场上 就怎么走都走不出迷雾 而且呢 四周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旁边建筑的灯光啥呢 一点都看不见 只有淡淡的星光 那两个人就打开手机照明 但也仅仅 感谢观看